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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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個月中國人偷渡美國人數激增 近日一條網絡流傳的影片直擊中國人偷渡美國的過程 有偷渡者表示它是從香港離境開始它的逃亡路線 根據美國政府統計 從去年10月即中共二十大舉行的時間直到今年2月 從美國西南邊境偷渡入境被逮捕的中國人有4271人 是去年同期的12倍 當然這個數字不包括那些未被逮捕或沒有自首的偷渡者 近年走線成為了中國人偷渡的代名詞 他們走線的主流路線就是從中國離境 飛到土耳其再轉機到南美洲的阿瓜多爾 然後從阿瓜多爾一路往北走 穿越中美洲直到美國邊境 一位走線的中國人說 他從中國入境香港 再由香港開始他的逃亡 由於阿瓜多爾可以給中國公民免簽證入境 而其他國家的簽證都不容易辦理 因為這樣最近大多數的走線團都是從阿瓜多爾入去 然後開始搭車、搭船、行路、坐電單車等等 用各種方式一步一步從南美洲走到美國邊境 不過這個走線的過程是充滿風險的 不僅要逃步穿越熱帶雨淋 要搭船過海 還可能會遇到搶劫、欺詐和人口拐賣等等 雖然走線的過程有一定的風險 但還是擋不住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冒險偷渡美國 根據聯合國統計 在2000年的時候 在海外申請難民庇護的中國人只有1萬7千多人 但是2012年習近平上任之後 到海外尋求庇護的人數就急劇上升 從圖上的曲線就可以看得出來 只是2022年上半年就有超過11萬8千中國人尋求庇護 看完米酒住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